下列有关核能发定过程序述何者错误 首先看A选项 以慢中止撞击约3%的右23892 产生核分裂放出热能 对A选项而言不对 不是右238而是右235才对 因此A选项错误 B选项为了避免核分裂的连续水反应过于迅速 所以要用控制棒吸收过剩的中止 这是正确的 C选项既有核分裂产生热能 而获得高温高压水冷器用来推带动气轮机运转 进而带动发电性的转动产生电能 这两项也都正确 所以答案是A选项错误 B选项